周一早晨 天萌萌亮 一个女人迷失在公路边 过路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 没一辆停的 女人等了筋疲力竭 撒开了绷子冲进隧道 直到美术大学三人组的出现 女人才终于得救 临走 看女人高跟鞋烂了 米露美干脆把自己的鞋子送她 让米露美吃惊的是 只过了两天 两个小时 竟又在学校遇见她 米露美有种说不上的感觉 总之 酸酸甜甜 心跳得很快 还记得我吗 米露美问 她说 记得啊 刚才一起抽烟的嘛 当天晚上 是小远打工的电影院的电影节 有通宵场 小远特地叫来米露美 反正在家没事干嘛 稀奇的是 竟然又再次遇见她 一天遇见三次 这是何懂缘分 两人不消多说 一只眼抽完立刻闪人 回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 米露美激动的心情仍旧无法平静 反观她 从容 优贤 波澜不惊 见面第三次 她提出 想米露美做模特 米露美抑制不住地激动 答应了 当天中午 米露美即离开学校 坐上了她的自行车后座 进屋后她说 把外套脱了 然后又说 把毛衣脱了 再然后说 上衣也脱了吧 上面脱完 她又要求把裤子脱了 最后的最后 她说 内裤也脱了吧 之后就没了 米露美尴尬一笑 捏手捏脚地脱掉了内裤 连续旷课 习惯性早退 米露美给她做了一周模特后的一天 才从班主任的口中得知 她叫百合 是新来的版画老师 和班主任同见 班主任几年 39岁了 米露美多少些惊讶 但随即 坦然接受了 不 她是乐在其中 米露美和百合正是开始交往 模特工作做完了 开始做些其他工作 由于是新接触这项工作 米露美做得很认真 反正沉浸其中吧 所以白天困得要死 同一个校园 有人欢喜有人愁 米露美美了 小远可一言难尽地忧伤 每天早上 中午 晚上 总之任何时间吧 米露美脑子里都是百合 一个小时看不见 就满世界地找 某天 百合不知何故 版画教室竟然意外地没开门 米露美这还忍得了 直接摸到百合办公室 抄了百合家的地址 让米露美意外的是 开门的竟然是个大爷 可以想象 百合还和父母住在一起 沃伦才知道 这位大爷叫朱熊 是百合的丈夫 米露美多受些惊讶 但随即 坦然接受了 不 她是乐在其中 但是 米露美毕竟还是个仲态 内心的道德观 还很校园 为了控制住自己 米露美干脆将手机焊死 不接电话就不会发生什么 米露美是这么想的 找不到米露美的功夫 百合将小远拉了出来 聊聊天 同时 也帮她解决一些情感上的认知问题 你和米露美是玩玩吧 你有丈夫的 小远则问道 百合浅浅一笑 说 有丈夫就不能交往吗 临走 百合还送上画展邀请函 说心里话 小远是带着些杀戚去的 但进门才知道 百合要走了 去东京工作 小远不好意思说真好 也不好意思说真遗憾 他只是默默地 吃掉了整盘饼干巧克力 而此时 被现实冲击得 找不到北的米露美 躲在家中独自挣扎 小远软的用了都用上 这才给拉出来一段开解 但是天不随人愿 米露美不但没忘掉百合 反而主动找上门 一待就是一夜 第二天筋疲力尽 懊恼不已 可米露美总也控制不住自己 某天晚上 百合深夜归家 却意外接到东京的电话 工作吹了 但是 那晚之后 百合再也没在学校出现过 没了百合的校园 米露美变得神经兮兮 天天抱着电话 看着米露美中毒这么深 小远甚至萌生了退学的念头 反正没了米露美的校园 她也没什么留恋的 不知不觉到了新年 小远真的不去学校了 反正她家做的招牌生意 也不需要那么艺术 与此同时 米露美还在弃日不舍地遁守 开春 米露美仍旧忘不了百合 小远也仍旧忘不了米露美 两人像米公一样上路了 米露美找百合 小远找米露美 经过一番破卫波折的奔波 米露美终于打听到 百合去了印度 米露美忽然想起 某次工作的时候 百合好像真的说过想去印度 没想到她说干就干 说走就走 电话关机 短信不回 人间重发 知道真相的米露美 眼泪掉下来 人都喝傻掉 小远看着心通 硬是给拖到酒店 不过呢 小远只是蜻蜓点水 她的情感认知 还远远赶不上百合 优优独播剧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随提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